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17年已经过去了,塔利班公开叫好世界霸主,你们赢不了。 第一军行作者,沙场休点兵,据新华社3月11日,原营阿富汗媒体报道称, 伊拉克西南部的法拉省巴拉布洛克地区的一个军事检查站,遭到了塔利班组织的武装猛烈袭击,造成15名阿芳士兵死亡,包括9名阿富汗特种士兵,另有两人被劫持,多人下落不明,还有一辆军车在袭击中被击毁。 今年2月23日,巴拉布洛克地区的一座军事基地,还遭到了塔利班恐怖分子的袭击,此次交火持续了4个小时,造成18名阿芳士兵死亡,塔利班方面25人身亡。 由于巴布拉洛克地区是连接法拉省东部地区的重要枢纽,在过去几个月中,塔利班武装一直试图控制该地区,但阿富汗加强了该地的军事部署,阿富汗法拉省频频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应该说,阿富汗的频繁袭击跟美国脱不了干系,在这个充满战乱和宗教矛盾的帝国本场,美国花费了上亿美元,损失了上千条生命,打算将其改造成民主自由的乐土。 然而17年过去了,美国自己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再加上叙利亚局势的变化,大批武装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纷纷潜入了阿富汗,导致该地区的恐怖势力不断大增,美国想要依靠单纯的军事手段,打击这些势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在1月份4名美国人在阿富汗五星级酒店遇期身亡,这是对美国反恐行动的赤裸裸的打脸。 表面上看,美国侵略阿富汗,使打着反恐的幌子而来,实际上却是看中了阿富汗在中亚的战略位置,企图打造成牵制中俄的前沿阵地。 他要将阿富汗这枚钉子固定在中俄的眼皮子底下,达到名利双手的效果,不过令美国人神料危急的是,阿富汗国内宗教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对外来者很仇恨,导致美国的反恐战争越反越恐,资深损兵折将不说,还便宜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这些恐怖分子,汇聚成一股恐怖洪流,导致阿富汗形势极度恶化。 塔利班在盟友的支援下,放开手脚大肆攻击政府军,对阿富汗新政府构成了致命威胁,导致如今阿富汗只能控制全国56%的地区,14%的地区,被塔利班和其他组织所掌控。 还有将近30%的地区,是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主要争夺地盘。 现任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曾公开表示,如果美国不支持,我们的政府在6个月内必定垮台。 可见,阿富汗新政府对国家安全深深的忧虑感,就连塔利班都呼吁美国停止战争,撤出阿富汗。 2月14日,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网上发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公开信,信中指出,美国在17年战争中违法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已经导致3546名美军和外军士兵死亡,超过2万多美军受伤。 尤其是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前,全国只有185公顷的英素种植面积,但17年后,英素种植面积达到了38.2万公顷,吸毒人数成倍数增长,达到了300万人。 该公开信最后指出,动荡和混乱是美国人带来的,美国必须退出阿富汗。 自去年8月份开始,特朗普就宣布向阿富汗增兵,加大打击恐怖分子力度,其目的就是削弱塔利班的实力,令其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截止目前驻守阿富汗的美军人数超过了1.5万人。 为了遏制塔利班的发展,美军开始扩大对阿富汗东北部盘踞的塔利班和其他组织空袭范围,而这封公开则被看作是塔利班感受到打击压力而释放的一个分化策略。 其目标是让阿富汗政府和美国产生隔阂,尽管美国重拳出击塔利班,但该组织仍然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继续给阿富汗部队造成严重损失。 就在上个月该组织制造了两起袭击事件,造成了数百平民伤亡,也就是说,美国援助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受到了阻碍,阿富汗政府和美国在武力无法解决塔利班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坐到谈判桌上,可就算塔利班要想和谈,但在短期内恐怕难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多次伤害平民的恐怖袭击行为,已经让双方结成了血海深仇,很难妥协让步。 另外塔利班本质上还是一个极端等级组织非常的封建保守,如果与之达成和解,也不符合美国重建自由民主的阿富汗新形象。 由此可见,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将永远赢不了,无力解决根本就是一条死胡同,何谈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声明,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为尊重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敬请配合。